急,逗笑别人 社会上面有很多类似这种文化的公司 以前我们见过了他们又是拍手啊,跺脚啊,呐喊什么的 现在他们升级了,变得更加不堪入目 他们聚集在一起,啪啪啪 光有学心还不够啊,还要学会能屈能伸 狼与狗血统最为接近 所以他们选择了狗,当个伏地魔,一步一步的爬进毒圈 当然,一个狼性企业呢,光是选择狗啊,是不够的 他们还原地转圈 代表了他们美好的愿望,圈前 狼性的培养固然让人更厚脸皮呢 但狼性文化,学习多了也上头 狼性文化,变相来说呢,就是奴性文化 都说中国骨子里面带着奴性 光中国猫奴就有几千万 但中国奴隶制度啊,早在几千年前就结束了 所以说真要存在的狼性文化呢 还应该是在古装影视剧中 这个月考核尽效才完成了百分之八 公司辛辛苦苦栽培你 你就这样回归公司吗 自己动手吧 对不起,我下一次一定完成,一定完成 老板娘,不陪业务没完成 太快我这个主管,太快打架 我改变受罚 老板娘,不怪主管,都怪我们不努力 老板娘,老板娘 我们一条心,爱情才能不赢